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拥有第一稻米故乡之称的花莲富里香 除了优质稻米生产享誉全台外 另外还有一项吸引无数国人目光的特色主题活动 稻草艺术季盛大开幕 一件件利用稻草、竹编创作的大型艺术作品 每件都是栩栩如生 模样又萌又可爱 巨大的主题装置艺术作品 成为富里香的亮点旅游站 也是国人造访富里香的必有景点 这个稻草艺术季 其实当初就是我们农委会所推动的 米其林五颗星稻田花海的计划 所以当时在二十几年前 我们花莲的富里香农会 就是第一个配合我们农委会 做那个稻田花海的这个活动 但是稻田花海做了十几年 花二十年之后呢 有很多的地区都陆陆续续的 在做我们的东京的稻田 稻田景观的这个计划了 所以呢我们就觉得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给自己一个转变 自己一个挑战 为了使富里能在各乡镇脱颖而出 张素华总干事号召在地农友 艺术家 用艺术传达永续环保的概念 所以我们在三年前 我们又举办了第一季的稻草艺术季 然后这个稻草艺术季 主要也是希望说推动的就是 我们的资源循环再利用 然后把我们的农业的六级产业跟资源循环 利用的这个概念能够结合在一起 所以呢我们三年前的时候 就是邀请了我们富里在地的农民 然后一起共同来用稻草来做创作 也希望说利用这个稻草除了以后 结切了之后可以回归到稻田里面 做堆肥之外 然后呢它的稻草也可以来利用这个稻草 来创作相关的艺术品 万事起头难 怎么从稻草人到艺术品 张素华总干事真的给了富里人 出了一道难题 三年前开始做的时候 我们的农民其实他们的技巧 还没有这么好 所以呢刚开始要做他们 也时刻觉得说 总干事这个怎么办 我们会带到稻草人 简单的稻草人赶鸟的 然后把它做成艺术品可能不行 所以我们那时候说没关系 你第一年开始做 就做你看到的动物就好了 所以第一年他们开始做水牛 山珠 山腔 然后他们看到的那个 包括穿山甲 这些就是他们创作的东西 第一届的时候 我们做的就只是一个展品而已 然后技术没有很成熟 所以他们对于那个手指啊 脚趾的部分就没有琢磨那么多 还有包括说稻草的运用的部分 也没有琢磨那么多 然后第二季的时候 他们开始就会去 注意到手指比较细致的部分 该怎么去把那个扎法改变 然后到第三季的时候 因为前两季都是给这些游客 可以站在我们的艺术品旁边拍照 但是今年的话 他们就开始改变了 是怎么样让他的这个艺术品 可以跟我们的游客互动 所以我们每一年都有 每一年不同的这个进步啦 我们复理的农民就是被种田耽误的艺术家 稻草艺术季不仅仅是发现了这群被务农耽误的艺术家 透过社区学校的师生合作 逐渐凝聚成了一场复理年度盛事 其实我们在打造我们的稻草艺术季的 除了我们的农民来帮我们参与以外 我们也有部落 然后也有我们的学校 就是有国小 国中 也邀请他们师生 还有跟我们的农民共同来参与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传承 我们的整个稻草艺术季的这个 资源循环再利用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说打造的是 我们复理箱不管是小孩 农民还有社区所有的人 一起来参与这个年度很重要的盛事 在第三届的稻草艺术季中 作品果然更吸睛 透过社区农友 艺术家 学校师生的巧手与创意 搭配竹编 麻绳等在地环保素材 制作出一件件又好看 又能互动的稻草艺术品 除了复理明星作品《迎闭新兴》 今年度推出别出新材的 《侏罗季公园》主题 又名《来到侏罗季》 今年的话大家都觉得很好奇 为什么包括我们农民也很好奇 总干事你到底又要出什么考题 我就说那我们来挑战恐龙好不好 那我们的农民也会问我说 总干事你为什么要挑战恐龙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不知道各位好朋友 没有看到国际的环境会议 当时候站在演讲台上 讲话的是一只恐龙 做恐龙所要阐述的就是告诉大家 环境保育非常的重要 而在场的每一件作品背后都是原创者的创意 与艺术的结晶 我们大概做了一个多月 然后就是由社区里面的几个阿姨 还有两个主将帮忙 那第一次我们不会 我们第一次大概做了两个多月 然后就不行拆 不行又拆 拆得又做这样 像剖竹子对我们来说就很困难 然后一开始我们用手工剖 什么剖就是大小片 那后来人家开始跟我们说 那个有一种器具可以直接压 然后我们就去给人家借那个器具来压 来去剖这些竹子 然后竹编我们也都不会啊 然后就找一些社区的阿嬷 来教我们怎么编 凝结大家的力量来去做好这个东西 我们东祖国小的那个作品建容 是我们的司机叔叔 还有我们六年级的小朋友 一起制作的建容 那我们主要的是 利用我们学校剩余的一些废料 然后司机叔叔带领小朋友 在过程里面去从架构开始 然后一直讨论到 做到稻草最后的组装 然后在最后在包的过程里面 这边现场的阿姨会 教我们小朋友说 原来是要从后面 从底下开始安装那个稻草 这样看起来才会一层一层的 不会看起来有那个杂乱的感觉 那重点是他们的参与 跟他们的团结合作 表现出我们小朋友 虽然都是完全的稻草制作 那过程里面让小朋友去参与 让他们去体验 因为我们三角龙 当初是农会的张总干事 要求我们的就是 尽量用地方的素材 还有不要用一些 蛮多的外来的元素 所以我们都是用 我们本土的元素比较多 尤其它是用稻草的用的最多 稻草稻口用的最多 然后它的背起那个是 叫做绿豆 绿豆也是台湾的 延伸种的一种植物 它是一个豆甲 然后我们就收集了豆甲 然后把它放在上面 这个活动并不是代表农会而已 它是代表前妇礼箱的一个产业 今年这一季已经做得不错 我希望说第四季能够做得比 这一季更丰盛更好 来到稻米之乡 傅礼箱 除了畅游 稻草艺术季的精彩展出外 也能在旁边的农民市集稍作休息 我们傅礼东天山的好咖啡 这是我们傅礼箱 化顺莓果园体验农家的有机巴勒 除了稻草艺术季和周边的油菜花田外 傅礼还有许多隐藏景点 等着游客一探究竟 大概在二十几年前 傅礼有很多很多的农民种了竹林 但是因为产业外移的关系 所以这竹子的产业没落了之后 我们的罗山村有将近六十几公顷的竹林 是完全没有人管理的 我们就跟林务局合作 我们合作的主要是用李山精神 来合理化地使用它 合理化地来管理它 与林务局合作 将竹子副产品商品化 开发竹炭面包 竹脆意外 今年结合临近景点 结合李山精神的复礼一日游行程 绝对让民众满载而归 如果你们在台北来的话 其实早上的普悠玛的列车 可以坐到我们的玉里火车站 那接驳车会到玉里火车站接送大家 玉里火车是一个大的站 所以它停告的班次比较多 所以你有很好的一个选择 你可以参观我们复礼的稻草艺术季 参观完了以后呢 中午可以吃我们的特色便当 用完餐以后 我们到底还有其他什么特色的饮品吗 我在这里要介绍大家 我们复礼有有机的咖啡 是我们在地的农民所生产的 还有就是我们六十淡山所生产的淡茶六十 还有很重要的 我们跟我们的改良厂计转的汉方复营 下午的行程呢 就可以安排到我们罗山的这个竹林步道 来看我们的生态环境 玉里火山的生态环境 看我们宝玉略的唱绝 然后之后可以安排我们 玉里火山的体验活动 或是草皮旁的体验活动 然后再来欣赏享受一下 我们的这个森林域 这个竹子的竹林步道来走走 当然不能错过当地盛产的优质米 及农客产品 罗山展授中心内 展授各式各样的 副里香经典拜首领 同时满足游客的视觉 味觉饗宴 在第一季节的时候 就是打响了这个知名度 渐渐的就很多的游客 会到副里来旅游 在我们过年期间的年假的时候 会一直打电话来农会咨询 就说你们今年有大草艺术季吗 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吗 我们想要安排年假的时候 过来玩 所以其实在这个连续办了两年 今年是第三年 包括今年已经在两个月前 就有很多的游客打电话来 我们这里的民宿业者来问说 有没有稻草艺术季 稻草艺术季其实为我们副里带来的 很重要的就是一个能见度 以前大家都不知道副里在哪里 但是现在大家知道副里在哪里了 打稻草艺术季就会想到副里 如果你错过第一届第二届的盛会 那今年第三届更加精彩不凡的 副里香稻草艺术季祥宴 你千万不可失之交臂 不妨在新春期间安排一趟 悠闲梦活的花莲副里香之旅 绝对让你收获满载 不需此行 欢迎大家一起来副里 享美食 享美景 享艺术 耶 耶 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